这家轻旅还不错 网速1.1兆币每秒 现在快四点钟了 173块钱一晚上 比那边便宜了几十块钱 是一个四人间 感觉还不错 都没回来呢 这个轻旅还有一个超大的厨房 还不错 四台大冰箱 我考虑了一下 我也去买点东西做饭 好了 这个轻旅很大 一栋楼三层 在这边还可以抱 徒步去看火山的团 但是因为我去了很多个火山 所以说这种死火山不分发的 我就觉得算了吧 下午稍微的休息一下 就不想安排什么项目了 前几天一直在玩 因为今天是28明天29了 我就想着还是去中国超市买上点酱油 还有佐料什么的 自己做点饭吃 我就一直觉得新西兰的这个云好假哦 这里呢还有就这种越南人开的餐厅 你看没有 粉饭面什么都有的 就像这种的 就这种的就属于比中餐要便宜好多的 这不愧是长白云的故乡啊 真的好白啊 像这种日式的这种餐厅 我要吃上一碗 面条就是12块钱 五冬面什么的 还有盒饭就是19 17 市中心啊 警察局对面就有这个中国超市 搞上一个车车子 肯定得选一些什么酱油啊什么的 这个这个是小瓶的是吧 对 这个是这个价格吗 3块5 好可以可以 有没有生抽小瓶的 我就要小瓶的 就这个叫上扇头抽是吧 这就应该是生抽啊 我看 就是蘸饺子吃吧 5块5冒钱 这个可以了吗 我这个毛病又犯了 因为我经常买这个豆腐乳 但是每次都吃不完 就是放坏了 他这个还有这个 嗯 这个辣子面 这种的行不行啊 做这个油泼辣子面 哇 这袋子5块5毛钱 看来过年了嘛 多吃点饺子 猪肉白菜猪肉韭菜 哇 这么多个 123456 哇 二三十个 这个这个有点厉害了 这是拔鱼韭菜 汪姐上海菜肉大馄饨 这个应该是当地哪一个 做的吧 这个就选择性太多了 也不是个事啊 什么新西兰黑毛肚 这不算火锅的吗 都有啊 没有百业 火锅底料 要不来上两袋 呵呵 饺子呢 就买了一包 估计可以吃两顿 然后呢 再看一下 花椒粉 来上一袋 精选产品 精选产品 泰国产品 这个觉得好一点啊 亚洲世界两核公司 哇 这好厉害 这过年吃饺子 怎么也得配个醋吧 醋的话只有这个大瓶的 这没办法 我就买一头蒜 呵呵 一颗小青菜 啊 好了好了 够了够了够了 呵呵 好了 来 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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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块钱 啊 好的 我得先把这个饺子呀 得送回去 放冰箱里 就这家 Rogue Solid 煎如磐石 呵呵 煎如磐石 它这冰箱多就是好 很多人住 把这饺子动起来 不着急 哎呀 这也就算是我的年货了 先买这么多 等明天我坐车到了这个惠林顿 我还得想办法再去采购点肉啊 各种的 可以自己做个火锅 年三十的时候吃一顿好的 好了 这瓶水呢 我还得带出去 湖面尽闲温柔 罗托路亚湖 很安静 哎呀 刚好看看云 是不是 晚风 吹来多少眉梦 吹来多少心松 吹走无数 远途 你这风 尽看水 不眸 又无情行空 忘掉那些 无测 后面上闪烁的点点的脸 夜空中点点的心 在这湖面安安静静的听个歌 在这湖面安安静静的听个歌 真心 哇 这土豪一家人啊 吓得这群鸟都起飞了 这驾驶员好技术啊 这边刚好有一个机会 这么多人在这跳舞 这个歌 beide 转异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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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边还有现烤的猪排 唯独就是排队太严重了 这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生活状态 感觉完全不一样啊 水也烧开了 下饺子下饺子 吃上20个饺子 还是住轻旅方便 这个电磁炉就是火力不行 煮个饺子好慢啊 看一下 和上一个蘸料 蛮香的 好了好了 饺子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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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锅起锅起锅 还好有工具 把这个小青菜喂呀炒一下就好了 好久没有吃小青菜了 我们这个锅还是很给力的 晚上了 大家都在做饭呢 我刚到罗多罗亚我还以为就一家清旅 结果我仔细找了一找 哇好多家的 真的挺好的 就住清旅的感觉非常好 哇这个小青菜 好多天没吃 倒了点酱油 倒了点醋 住清旅就是方便做饭 人多有意思 这才是我的旅行节奏 太棒了 明天呢我是预定好的车票 去惠林顿首都 也是预定了一个青年旅社 住下以后呢 后天就是年三十嘛 我去采购一点这个物资 自己一个人也要过好年了 很棒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我记得点赞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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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去寻找我